食农教育法立法通过满周年拥有全台最大有机种植面积的花莲县 持续为食农教育推动不遗余力 27号开始一连四天 再次邀请到全台食农相关工部门、协会组织、企业和小农等单位 盛大举办第二届2023花莲食农博览会 要让民众都可以成为推动食农教育的种子 食农教育法立法通过满周年拥有全台最大有机种植面积的花莲县 持续为食农教育推动不遗余力 从5月27号开始一连四天 再次邀请全台食农相关工部门、协会组织、企业与小农等单位 盛大举办第二届2023花莲食农博览会 食农博览会 赞 哇 愿意其他的党员非常好 我想在食农教育法在去年通过以后 其实对于食农教育我们该做什么 然而其实在中华民族在推动 在一个概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时候 因应事实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哪一个维度使用哪一个东西 这就是其实 这也就是跟现在我们要推动的静零碳牌永续 是有同一个核心思想的 所以今年其实我们今年除了我们将营养午餐的食材 除了我们自己地产 还有我们为了永续减少碳足迹以及支持我们在地的农友 所以我们把营养午餐的配比再一个食材配比提升 其实这后面要有很大的工程 很大的工程是需要我们农会还有农友一起共同的来合作 计划我们的农业生产 所以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的农会长生一下 给我们的农友长生一下 那今年我们有特别跟中法比瑞文化基金会 还有我们的日本的儿童食育协会 在我们日前的记者会上也一起签署了MOU 会跟国际一起来洗手推动我们的食农教育 那在我们食农博览会在5月27到5月30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县地体育馆小巨蛋这边办理 那我们在第一天下午的论坛也邀请到了 不管是我们挪威的专家 日本的专家 还有我们中法比瑞的专家 跟我们花莲在地的民众一起分享 国际上怎么样做食农教育 怎么做青年返乡 怎么这样做一个农业的推展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花莲农业更加的往前 现场汇聚了全台近50个推动食农食育的重要单位 除了带来互动式表演 还能闯关拿好礼 体验食农亲子DIY等等 内容相当丰富有趣 而主办单位也端出满满牛肉 每天限量提供前100位民众 提防小农伴手礼 还有机会筹中大奖 邀请民众一同到场体验 也成为推动食农教育的小小种子 记者徐立琴 欢联系报导